请你跟我这样过 有些妈妈就会迷信说 沙拉很健康 小朋友早餐的时候要有蔬菜 所以就吃沙拉 可是事实上 沙拉是最危险的东西 为什么呢 是大肠感净的污染 我觉得应该是说早餐 应该算是三餐里面 最不用去care它的内容的一餐 因为早餐说实在 你很难吃到很多蔬菜 但是其实早餐 蔬菜不是这么重要 因为重要的是热量的部分 外食早餐一楼框 孩子吃得健康吗 春午早餐别再乱吃 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 因为小孩子尤其是每天上课 他的头脑的专注力 运转力 这个其实是跟早餐的关联性 其实非常重要 来 我们一开始先请政医师 帮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一个人没有吃早餐 其实会影响很大的地方 第一部分我会建议说 短时间内 他可能学习能力 当天的学习能力就下降很多 第二部分呢 短时间内他当天的活动能力 也比人家下降很多 第三部分 情绪也会受到影响 那第四份 长期来讲 肠胃 短时间一天两天不吃早餐 不会影响肠胃 可是长时间不吃早餐 肠胃也会受到影响 然后更长期来讲 小朋友的生长发育 所以这个孩子表现差 不是我们的肿不好 是我们的早餐 肚子的 早餐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 因为没吃早餐 真的会危害健康 有案例吗 对 刚才比较担心是你的小朋友 不知道那份早餐吃的 对不对 但是没吃就一定有麻烦 其实有一个小朋友 他是怎样吗 他那个才国小六年级 然后有一次是因为他 一直跟他妈说他肚子痛 他只说肚子痛 后来去真的痛到 他觉得脸色整个都苍白 冒冷汗 然后想说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盲长眼还什么 结果去医院才发现说 那小朋友居然 那他想说怎么会这样 原来那个小朋友 他是一个那种 就是动作很慢的孩子 他本身就是写字啊 什么都比别慢 然后早上整理东西也慢 所以他有时候来不及 爸爸给他钱 他也没有时间去买早餐 所以他常常是没吃早餐 就去学校 那中午因为他动作慢 所以他有时候吃一吃 又是到了还没吃完 可能就已经到了下一节 那晚上去家 那个客服班之前 也是乱吃 然后可能本来就有一些 家族的问题 比如说幽门感菌的感染或感染 所以他想他小六耶 他就已经胃溃疡 而且我这边补充一点 其实大家都会以为说 小朋友一般都会吃早餐吧 但是卫福部有一项调查 发现针对13岁左右的小朋友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四 也就是说四分之一 四口到五个之间 就一个人是没有吃早餐 就去上学 所以他的比例其实是蛮高 就很像刚刚舒晶姐讲的 很多父母有给零用钱 但是他不见得真的有去买 对 真的喔 所以这个早餐的重要性 真的是不可言喻 所以今天我们针对了 不同的早餐类型 尤其是如果有很多父母 像刚刚一样是说 我们是给他零用钱 那有的父母是 带他去上课的途中 我们买给他 不一定 总之如果你没有办法 在家里做的话 在外面不同的 这个形式的早餐 我们买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你来探讨一下 好不好 如果真的要在西式早餐店买的话 我就是大概只会买那个 就是像这样吐司 但是有很多小孩 我知道其实起司三明治 起司火腿三明治是小孩很爱的 对 但是这两个东西不是很适合放在一起吃 起司跟火腿 有概念 会怎样 就是会产生容易致癌的物质 所以如果真的要吃的话 就是像吐司 我单纯放蛋 或单纯放起司 然后就是加个 喝什么呢 果汁 果汁 对 好 来 于妮 因为我儿子是早上七点要去永训 所以他六点多就一定要出门 那他因为要游泳 所以不能吃太多 他体力要 但是又不能吃太多 因为一大早有游泳 重脂不重量 对 所以他通常 牛排 我们早上 我们早上会吃四目鱼粥 四目鱼粥 对 因为就急了 不会太重 台南人 对 所以他会喝牛奶 或吃个简单的我做的面包或什么 然后我们会给他带香蕉 游完泳再吃 那其实到礼拜六的时候 他不用游泳 他又很想要去吃外面的早餐 那他其实通常就会去吃蛋饼 然后他唯一爱的就是培根蛋饼 那他平常在家都是喝牛奶 不太会喝饮料 那如果他要去早餐店 那我就随他开心 他难得嘛 一个礼拜一天 那他就说他要喝奶茶 那就是为了让那个奶茶比较健康 所以我通常都会点鲜奶茶 鲜奶茶 就是里面的奶是鲜奶 好 艾比 早上我就是偶尔会让他们吃这样子 就是草莓吐司 很简单的 很简单 然后也是有时候会加一个蛋 可是他们也是真的吃得很腻 因为早上有时候我也是会这样做 然后或者是蛋饼 因为我觉得早餐店的感觉 只有蛋饼跟吐司 好像比较健康 健康一点点 对 然后就是 就是豆浆我觉得是好的 但是就是早餐店的感觉 有点稀释的 对 又好像是粉泡 而且它的糖都固定 一定都是很甜 对 所以我们也是喝鲜奶茶 比较固定 对 好 那一般妈妈这个 对孩子数量还比较多 经验多一点 看看早餐你的选择 像妈妈咱们家 因为我儿子现在才快五岁 还在发育 所以我觉得她的早餐很重要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在家里吃 可是她有时候会说 妈妈我今天想吃外面 那我就会 因为她食量其实也满大的 然后她很爱吃面 所以我就会点这种铁板面给她吃 牛排 真的牛排啊 牛排铁板面 铁板面 她真的吃得完一份 然后她很爱喝奶茶 小孩都爱 小孩都这样 对 所以就是会再点一杯奶茶 给她搭配这样子 铁板面加奶茶 那个组合 这个 对 稍微不理想一点 对啊 为什么 没关系你就勇敢地说出来 你有超级的健康吗 有健康的蔬菜 面条没有意见 因为我想食物里面五股杂粮类 面条如果说用水煮 然后加一点点肉燥 一点点调味 这个OK 但是铁板面 第一个它炒的油 这边炒一炒之后再拨过来 然后面再炒一炒 第一个太油 对啦 然后第二个早餐店 它们油 它不要钱的 对啊 然后就好大了 不知道 可能是几乎不要钱是中过来 而且锅子都黑的 对 对 然后呢 第二个 它的酱汁 酱汁如果各位想要说好吃 有味道 它一定是要 重口味又咸 然后有的时候说还要加一点点香料 然后盐巴要加多一点点 然后所以说这个铁板面 我觉得太油又太咸 这个本来就不大理想 我们地溝油 再来就是那个奶茶 好 奶茶 这个通常都是很甜的啦 而且茶其实对小孩也不好 对不对 小朋友我们比较不建议 咖啡跟茶类的东西 所以刚刚那个 尽管是奶茶也不好吗 鲜奶茶 这个我们 其实很多都会觉得说 我有听到某个成分好 就让自己心理安慰 说好一点点 像某个饮料 加了某个维他命 你就会觉得好像还不错 就像某个东西 你说有鲜奶 你就会觉得还不错 可是实际上 小孩子茶类啦 咖啡类的 我还是会建议 比较少一点点 那如果小孩 还是炒着要吃这一些 你会建议多久 可以让他 疏解一遍 我会建议如果说 这个一个礼拜 或是说两个礼拜 偶尔一次 这个无访 我想说你一辈子 都没有尝过奶茶的味道 那你甚至是很累 所以也是不行 我真的有家属 严格限制 我拿了东西给他 他马上还给我 他们说他们小孩 从小到大都不吃 我心里就想说 你的人生到底是有什么乐趣 但是 你是活在凡间的医生 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说 以吃这样子的食物的方向 比较不健康 对 它会引来的一个健康的危机 有没有什么案例 其实因为刚才 陈医师有提到说 这种不论是铁板面 或一般的西式早餐 其实盐分都蛮高的 其实卫福部之前有做一项调查 他发现说针对国小 国中 高中的小朋友 当然成年人也有 但我们今天主要是针对小朋友 不分年龄层 不分性别 每天的 那盐摄取高 其实会使我们的尿液里面的 钙流失量增加 那当然对于骨骼的发展 或身体的一些 生长所需要的钙质 其实都会导致不足 不过刚刚我们这个艺人朋友们 他分享那个早餐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要调整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早餐 应该算是三餐里面 最不用去care它的一个内容的一餐 对 因为早上小朋友要 你要运动上体育课 你要学习 你都要消耗很多的一个热量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主要是 我觉得食物的分量不用太去限制 而是来源 但是比如说像 蛋白质跟淀粉 是早餐最需要重视的 因为早餐说实在 你很难吃到很多蔬菜 但是其实早上蔬菜不是这么重要 重要的是热量的部分 所以蛋白质跟淀粉要特别注意 但是其实早餐的蛋白质 最多危机就是 像火腿 热狗 汉堡肉 培根 这些其实都是加工的 那当然其实WHO已经证实了 这些加工的肉制品 跟大肠癌的罹患率是绝对有关系的 那小朋友从小爱吃这些东西 吃得又多的话 那当然对于他肠胃道的健康 绝对有害 那也的确火腿搭起司 真的不好是吧 对 真的不好 它会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 所以尽量还是不要 然后避免油炸的东西 像好不容易想要吃一些什么鸡块 或者是吃薯饼又是油炸 所以这也要特别注意 然后含糖饮料 红茶 奶茶 绿豆沙 可乐 或者是像刚刚孝萱提到的果汁 因为其实当然你吃的比例很低 但是很多人很喜欢 配一杯柳橙汁 对 都是浓缩的 它不可能是现炸的给你 它都是还原果汁 里面真正含有的一些 天然的成分有多少 微乎其微 那刚刚Ivy她那个是草莓果酱 那个也是属于糖类的 对 那个东西好吗 Ivy她那个组合是比较不好 是因为它完全没有蛋白质 你看到他们其他的 有加什么蛋 培根 或者是什么肉松 至少它是蛋白质 虽然有些是加工的 但是Ivy这个组合是 它完全没有蛋白质 除非它改成配一个豆浆 对 或者是她刚刚讲说 会加一个荷包蛋 对 那这样子还OK 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的话 它是变成说它没有蛋白质 对 好 再来 然后高蛋白就是 当然我们刚刚讲 高蛋白低糖分的饮料 无糖豆浆 牛奶或羊奶 像有些早餐店也会卖羊奶 其实都可以做一个搭配 尤其是当你的主食 就是是那种果酱吐司的时候 那蛋白质的饮品是很重要的 对 那如果真的长期吃错的话 有什么案例吗 其实最容易看到问题的是 这种感染性的疾病 就是如果操作不清洁 那有时候 现在越来越多连锁的早餐店 会提供一些像沙拉的东西给你 有些妈妈就会迷信说 沙拉很健康 小朋友早餐的时候要有蔬菜 所以就吃沙拉 可是事实上 沙拉是最危险的东西 为什么呢 以前之前在日本 曾经有一个很大的 食物的中毒事件是什么 是大肠杆菌的污染 那些小学生是因为吃什么呢 就因为他们吃了 在他们的早餐里面 有一些芽菜类 那些芽菜因为他们当时的 灌溉水源受到污染 所以就是可能旁边有什么 可能是吃肥的水管漏了 就污染到了 于是这些含有大肠杆菌的水 就被拿来当这个的水源 就是它的芽菜 那芽菜很多人是吃生的 他就根本没有 很仔细地去清洗它 结局就是说 因为这些芽菜里面的大肠杆菌 然后造成很多小朋友的 食物中毒事件 所以重点来 小朋友的肠胃 其实比大人肠胃更敏感 敏感 所以其实我更不建议 他们吃生食 所以如果说 你一定要给他选蔬菜来源 我是觉得其实 还是 不要觉得说 反正就是一定要给他蔬菜 所以选蔬菜沙拉 虽然沙拉妈妈自己做的 我相信 外面的就是 我觉得能省折省 大肠杆菌很有名的一个例子 是汉堡肉 那称为汉堡病 因为这个 大肠杆菌有一个 欧一五期的一个某一种菌种 它很喜欢在牛的身上 然后在牛的身上 如果经由那个汉堡肉绞肉 那个绞动了之后 然后如果煮的人没有煮熟 吃到肚子里面去 其实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病 叫汉堡病 就是大肠杆菌后续造成 所以去外面吃东西 一定要熟 要慎选 熟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见不见 刚刚刚至少熟了之后是安全的 是 好 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西式早餐 还有中式早餐 剩下牛肉老兵最爱的 中式早餐面 烧饼 很好吃 对 其实我也还蛮爱的 对啊 那里面还有什么水 生煎包 对 很多萝卜糕 没错 我的天啊 好 所以中式早餐来讲 小雪 你会怎么挑 因为中式早餐嘛 我会让他就是喝一些 加一点点糖的那个五糖豆浆 豆浆 对 然后如果天气比较冷的话 可能就会让他尝试一下咸豆浆 然后我是不太 我是不会给他买什么烧饼油条这种 但是那种就是上面有很多芝麻那种烧饼啊 就是里面有葱有肉 肉饼 肉饼 对 或是那种糖糕烧饼这样子 那个你会让他吃 那个会 因为其实不是常吃就还好 因为有肉的关系吗 对 我呢 我是喜欢给他小朋友吃饭团 这么大片 对啊 这个饭团真的是很吃得饱 对 因为他吃不完 小孩没有很大只啊 因为他一定吃不完 就是妈妈接受 所以他吃什么 我一定会帮他挑 那以前就是像 我们我婆婆客家人 他说他们以前在种田的时候 都要吃糯米 然后因为糯米体力会比较好 就是可以撑比较久 对 所以早餐我第一首选就是饭团 然后里面不能加油条 不能加油条 因为我觉得那个油条 就是含那个油条 太多油条了 对 而且那个油条是老油条 他已经不知道煎了炸了几百遍了 对 然后我喜欢他们的豆浆就是 我一定会选豆浆 因为他们可以控制糖 就可能半糖或少糖 现糖加 然后一定要温的 早上起来一定不要吃冰 不喝冰的 对 像我就比较喜欢买中式早餐 给小朋友吃 就感觉没有那么多毒 对 像我有时候就买小笼包 萝卜糕 萝卜糕 这个很多 这个最多了 这个最多了都是油条 一定是最常卖的 然后我会给它搭配一杯米浆 感觉这样比较有饱足感 米浆 对 饱足感好 很香 米浆感觉蛮甜的 都是很甜 对 但是起码米浆是米做的 对 你感觉上就好像 是不是比较饱足 比较扎实一点点 好 所以依照我们刚刚所说的 三种早餐组合好了 比较不好或是最糟的 来 陈医师 烧饼油条加米浆的这一组 这个不好 不好 我们刚刚说五股杂粮类 至少要有 那这样子看起来 比较不像说有五股杂粮类的 米浆啊 米浆啊 对 然后米浆 我觉得还是不太够 那第二个是 它那个 第一个讲烧饼好了 烧饼我们说要酥 要脆 要香 其实你看他们 擀一次抹一层油 再对折 再擀一次再抹一层油 再对折 我都研究过了 其实这种东西 你就算贴在烤炉上面烤 然后拿出来说很香很酥很好吃 其实它的油脂类含量 热量都太多了 那这个油条 油条是主要是炸的那一锅油 对 那这样子的油 其实吃下去的油炸物 很容易在身体里面产生所谓的 自由基 是哦 那自由基这种东西 对身体里面不是一个好东西 它到处去作怪 那长久以来就引起心血管疾病 甚至于严重的就引起所谓的癌症 所以我觉得这种长久起来 这样子的组合是比较不理想的 是哦 那米浆如果你一定要喝的话 那还是告诉他说 我不希望加糖 因为 不管是豆浆 米浆没有说 不管是豆浆还是米浆 只要它糖加太多 你还会觉得顺口才会觉得好喝 但是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这个米浆或许里面的营养成分 包括芝麻 包括花生 喝起来很香 那些我还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糖分太多 甚至热量远超过它早上所需要的 长久起来还是会造成肥胖 那长太棒的人容易骨质疏松 然后也有曾经有遇过 也是长不高的人 因为它应该分泌生长激素的时候 它用其他的激素来分泌 它就因此而去压抑了 它生长激素应该分泌出来的时间 其实很多小胖弟小胖妹 我们会发现有所谓的性早熟的一个问题 对 对 性早熟那当然它可能很小就长胸部 因为基因就懒 那个不是什么鸡肉吃太多 还是什么 没有 其实你太胖的话 就像陈寅师讲 你整个荷尔蒙都混乱了 那当然它可能就会提早分泌一些性荷尔蒙 那个人第二性征就会提早来到 那个人就会发现说 它可能胸部有了 月经有了 或者是生长长的速度 可能就比原本预期的来得 很快就结束了 好 那营养师 那除了刚刚我们所分享这些早餐 还有没有什么中式的早餐 我们要稍微的留意的 对 中式早餐蛋白质来源可能比较少 选择没有那么多 所以要尽量 还有带肉包或小笼包 豆浆这样子 而烧饼油条 其实换成烧饼夹蛋 或者刚刚说明哥讲的 换肉或者是馒头 应该说馒头夹蛋 也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我之前烧饼油条吃到 我还要变口味 我说拜托 你可不可以 那个 葱瓜饼夹油条 葱瓜饼夹油条 你就是要油条 就是变油条 对啊 很油 而且葱瓜饼很油 这都不好 其实葱瓜饼夹油条 如果你是一根油条 这样一组的热量 大概至少700大 对 对 这个变大了 因为一根油条的热量 大概一根油条的热量 大概就250大 葱抓饼大概400多大 葱抓饼也很可怕 这样我可以理解 肚子为什么送下来 这样算小吗 然后还有就是 比如说像韭菜盒子 像刚刚讲的 葱油饼 萝卜糕 你看这样说起来 全部都是淀粉 对 而且这种有内馅的 像小笼包 烧麦 这个韭菜盒子 有内馅的东西 其实油脂含量都很高 都很高 还有就是中式早餐 常常会用一些酱料 小笼包或者是这些 都会有酱料 也要注意 还有就是我要特别强调 Ivy刚刚讲的饭团 中式早餐店的饭团热量非常高 大概有些五六百大 我们没有油条 对 油条拿掉 对 油条拿掉 但是你有沒有发现 它的油条其实不多 为什么它热量会那么高 是因为它那个 其实我会发现 它在包的时候 它都有一层油 它才不会黏 对 它才会这样子 对 才不会黏手 你会发现现在的 中式早餐的饭团 比较没有那么大了 它比较小调一点 那热量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对 但是如果像他 跟他手上拿这个赛适合 再吃一半就够了 对 所以很多女生吃不完 吃不完早吃 感觉胃好痛 所以跟他一起吃 我只有怀孕初期的时候吃得下 那么大一个 平常应该起来好 这对我儿来说是可以的 没有 因为它里面包那种菜脯 酸菜什么的 咸咸的其实真的可以 但是这里面 菜脯跟酸菜老实说 也不OK 是另外一个营养风险 对 因为之前就有发现说 里面的菜脯 因为现在菜脯它为了素 上过新闻嘛 它为了素成 因为它不想要说 让它曝晒那么久 那现代人又不喜欢高盐 如果很咸的菜脯 你又觉得它不健康 又觉得它不好 问题是这样子的菜脯 要完成有一个方法 就是有些人会讨甲薄 就用防腐剂 表示它在高湿度 低盐度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保存 所以之前才会 剪出某些菜脯 它的防腐剂 含料是标准量的N倍 好恐怖喔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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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给保存 好可怕 我一直以为它最健康 对 因为我们以为 是圆形的食物 但其实还是有陷阱 对 但是你像是吃甜的嘛 饭腾不是有甜的 有 花生粉嘛 花生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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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糖 除了饭团甜的 还有那个 现在不是有一种烧饼加糖 那就是一样都没有蛋白质 如果真的要吃 可能就要配豆浆 可是 其实讲到豆浆 又有一个风险 你也不知道它是真的豆浆 还是豆浆 像很多人还会有个迷思 所以这家的豆浆 有焦味 好像是比较好的 但是大家知道 烧焦的东西也是不好 所以你喝到有焦味的 你不要觉得说 它应该是用真的黄豆去煮的 那它已经烧焦了 其实还是会产生一些毒素 我们有没有 其实它用焦味 有没有焦味以外 还有什么方式 来轻易地辨别 是不是真的豆浆 其实像一般 会建议说 如果你买的豆浆 像如果是真的豆浆 你放一下 它会有一层薄膜 有有有 但是豆粉不可能 或者是说你喝完之后 你发现底下有粉粉的东西 它可能基本上 都是用豆粉弄的 之前有一个是 它是 因为现在很流行 小朋友的 通常在寒暑都会 那有一次 有一个医院营养师跟我说 他遇到一个小朋友 然后他妈妈带他来减重 然后他就是 暑假来的时候 那小朋友就是 胖胖很可爱这样子 然后妈妈说 他不行他太胖了 所以带他来减重 然后就要开始问他的食物 他就说其实没有 因为就营养午餐 他也没有吃特别多 在家里妈妈也有控制 感觉那个吃起来都还好 就一问就发现 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他在早餐 他特别喜欢吃什么 他特别喜欢吃那些包馅的 然后他可以吃很多个 比如说那种小笼包 肉包 或者是那种水煎包 他只要是包类的他爱 而且他有无限量 他觉得能吃多少就多少 第二个他妈妈认为说 豆浆是很健康的东西 只要不加糖 所以他豆浆是可以当水喝的 是说家里的冰箱也有 他随时想要喝都可以喝 后来他说你这样子吃 他当然瘦不下来 因为豆浆也是肉 就是也是一个蛋白质来源 那他平常早上吃的东西 又都是肉馅的东西 所以你午餐跟晚餐看起来都正常 问题是他其实吃了大量的油脂 跟肉的蛋白质的东西 所以他说他开始调整 他说豆浆其实一天 顶多就250ml 两杯就好了 他说你不要过量 那那个肉包子类的东西 包馅的东西 他说你要尽量那个馅 宁可那块肉在外面 不要那块肉在里面 所以他要那个肉 就是比如说你用蛋的 或者是刚才你讲的 那种烧饼夹排骨肉的 小块的那一种 不要选那个包馅 你也不知道包在里面是什么 对 对 所以他说这样的方法 换过来以后 其实一个暑假 他也瘦了好几公斤 好 那么除了西市中市 还有一种 你可以很随便 轻易的买到早餐 超方便的 就便利商店啦 对 你们打开什么都有 你们要喝的要吃的都有 好多便利商店 你走到哪一间 对不对 很近啊 便利商店的东西 其实算丰富 但是里面怎么挑啊 对啊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要挑 我会买 然后尽量是找原味的 对 因为我小孩 已经被我训练到 他其实很多原味 他都还OK 因为他的口味还蛮老人的 他喜欢吃 好健康喔 山药 真的假的 所以接下来 你可以大家去看歌仔戏 对 他搞不好可以 金句啊 然后再就是给他 一个三角饭团 但是我不会选什么海鲜 或者是那种 大概就是 如果有牛的话 我就会给他去选 为什么要偏爱牛 感觉上 因为有时候海鲜好像 它的污染会比较 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 你怕卫生的问题 对 就是几种里面选择 大概就是 如果有牛的话 你就可以选了 还是肉类为主 我们家已经容不得我选了 就他要什么就什么 可是他口味也还蛮单纯的 你应该是开放 他每一打开他就疯了吧 没有 他还真的不爱那些东西 所以我就说容不得我选 他就几样 那就是 其实比较长的也是 也是这个 但是他爱吃鲑鱼馅的 就是里面是包鲑鱼的 因为他有试过别的什么 龙虾的 鸡肉的什么 他吃一圈回来 他也觉得鲑鱼最好吃 然后其实他有 他也有 他爱吃那个热狗 但是没有面包的热狗 就是那一根香脂 或者是茶叶蛋 他特别爱吃便利商店的茶叶蛋 那是我不准 所以如果允许 为什么不准 因为我觉得那茶叶蛋一直煮 一直煮 然后昨天晚上也是这一锅 今天老也是这一锅 都不知道 蛋打开才有那个茶制的颜色 都不知道煮多久 所以我就说那个难得 但是如果要选三角饭团 我会同意 对 然后他那饮料 就觉得早上就不要乱喝饮料 那都是巧克力牛奶 巧克力牛奶 他就觉得在家喝牛奶 有点腻 如果可以出去买 要买不一样 所以他就要喝冰的巧克力牛奶 不要加热就是冰的 冰的 对 除非下雪 他不下雪 他都喝冰的东西 下雪 下雪 台湾很难吧 台湾为什么说下雪 因为他是运动员 他一直都觉得很热 所以他永远都喝冰的东西 好 好 阿比 我们也是差不多 就是我也是 我觉得小朋友很喜欢 都是预饭团 你看到没有 小朋友很喜欢吃海苔 所以我觉得海苔是一个利多 我觉得他们会吸引他们喜欢 其实我女儿跟儿子 其实很喜欢吃那個小叮当蛋糕 對 可是我不會讓他們當正餐 就是可能可以吃完這個以後 那個可以帶去學校當點心 然後呢 我也是幫他選鮪魚 但是他們喜歡吃辣子雞丁 他們喜歡吃辣的 就是覺得比較有味道 但是我覺得鮪魚應該是會 幫助早上思考會比較好 然後呢 就是 爹爹 對 然後一定要謝 看他們在鮪魚那麼一點點 哭吾小虎 這感覺有吃 有敗有剝筆 不是剝了 然後一定不要喝冰的 因為早上我們中國人 真的不適合早上一起來 就是要加冰的 好 兒子子公寒 對 兒子耶 媽媽 對 心痛很難過 對 然後就一定要加熱 然後我覺得全職的是OK的 因為我小朋友都還滿瘦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這樣的作品 我是可以接受的便利商店 而且一定要拿最後面的那個喔 適合熱情的 對 就比較安心一點 結果大家都拿最後面那個 大大公司 對 好 這樣我不敢講 小老闆回一層就對了 不是啦 因為剛剛Ea是有說熱狗類不好 可是 你不要怕 雨泥他這個 Peter也是會直接吃熱狗 他已經長得很高 超高 我兒子也很愛吃 培根熱狗這類的東西 所以每次去便利商店 他又很愛挑這種熱狗吧 就是偶爾讓他吃一次 有會淋醬嗎 拉淋什麼 番茄醬 一定要不然很乾 會 要淋淋醬 對不對 對 然後不然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關東煮 好可怕 一大早吃 OK 有喔 有 我跟你講小朋友奇怪 很喜歡吃關東煮 對 很喜歡 然後我們會挑 就是沃蘿蔔 或是丸子類的東西 只有蘿蔔而已 對 然後我會搭一個 比較健康的豆漿或是鮮奶給他 手好比 繞進去 不好意思 其實我很喜歡吃熱狗飽 因為我覺得很方便 你也吃 有的時候你看看足球 看籃球賽 根本沒空低頭 對 沾了 廣告時間沾一餐醬料塗一塗 一邊看就一邊吃了 離題了 當小朋友的早餐 大概就真的不大理想 其實所有的食物 我都會建議說 能夠盡量原味的就原味 不要加工 不要醃漬 或是說剛剛這個 素卿姐講的說 你說包子 針腳 尖腳 裡面那些餡料 其實你好的肉 這個是三層肉 這個是里肌肉 這是什麼肉 早就分出去了 其他的肉就是骨頭上面 刮一刮下來的肉 那其實再重新 再加工製造的肉 我都覺得不大理想 所以熱狗 然後臘腸 然後培根 這些肉類 我都覺得不是很理想 再來就是它的熱量 那這樣說起來 便利商店好像沒什麼 肉類 所以自己做包子 有的三明治它是 譬如說整個雞 它是夾雞腿肉的 夾雞腿肉 那也有一些握便當 它裡面夾的是一塊排骨肉 對 握手絲 那種是還可以接受的 那種肉就OK 譬如說你雞腿肉 如果說可以把皮去掉的話 那其實就更好了 所以我說這個熱量不理想 因為熱量太高 尤其你還要加一些醬料 然後又甜 然後又鹹又酸 然後吃下去 口感雖然很好 可是我覺得不是很理想 在這個關東煮 真的是不知道煮了多久了 太鹹的東西 人體自己身體會希望取得一個恆定 所以鈉在身體裡面停留的比較多 太鹹就是含有鈉 那身體就會說 你身體太鹹了 留一些水分在裡面 所以你會覺得 手就開始浮浮腫腫 對 久而久之腎臟就覺得 我幹嘛一直要幫你 把水分留在身體裡面 到最後我腎臟就出問題了 那再進一步 水分增加了太多 就是血壓就是上升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長久煮下來 而且它煮下來煮那麼久 進來還不會爛掉 這個其實它製造的過程裡面 好可怕 前陣子不是有一個報導嗎 它是想說那個關東煮 酒煮不爛的祕密 酒煮不爛的祕密 你在哪裡 對不對 不過就是生化製澱粉 這很簡單 哪有什麼祕密 那很簡單 好 好了 那麼久 我竟然還沒有爛掉 這真的是我覺得 這是還要維持它的口感 其實它們一定有一些 特殊的方式 醃漬類的東西 其實我們還有怕一個 我們以前去美容的時候 打在臉上的一個叫 肉毒感菌 是 肉毒感菌很喜歡在罐頭類 醃漬類裡面的產生 所以其實這些 當你在吃的時候 你就把肉毒感菌產生的毒素 可能啦 如果醃過程不新鮮 而且最重要的是 沒有煮熟 例如說便利商店 它的熱狗 他說後驅的請你先不要夾 對 結果剛剛有個小朋友來 就把後驅的夾到前 我真的都知道 他就把後驅的夾到前驅來 然後就跑掉了 你就以為這根已經煮熟了 就夾來了 其實這個沒有煮熟的 除了乾淨問題之外 剛剛提到的肉毒感菌 吃下去開始 眼歪嘴斜 然後手腳無力 好可 不一定每根都被污染到 也不一定會 但是萬賞的比例 真的遇到萬一 來 營養師 那你再看我們這些早餐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第一點就是冰冷的食物 因為說實在像三角 巧克力牛奶 三角飯 或者是如果像剛才 與你講的 小朋友都喜歡喝冷飲 其實一早空腹的時候 大量的這些冰冷的東西 吃到胃裡面 其實會刺激我們的腸胃 到血管收縮 其實會影響到 本身對於食物 營養素的一個吸收 那如果不是第一餐 譬如中餐或晚餐 冰冷的就還OK是不是 當然對於女生來講 我們還是建議盡量不要 但是尤其在第一餐 影響會是最明顯的 所以其實我是當然不會說 一定要三角飯條拿去加熱 但是至少飲品的部分 我是覺得最好是微波加熱一下 會是比較好的 然後還有就是種類多 但是便利商店有一個隱藏危機 就是其實它的 食品添加物都很多 你光看那些 真的密密麻麻的 它的身體都不會黃 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隱藏的危機 雖然它的種類多 雖然它好像看起來新鮮 但是隱藏的一些食品 添加物其實是很多 那所以要買什麼 如果真的到便利商店 優若乳可以嗎 剛剛這個 健量無糖的 這個就OK了吧 對 但是因為優若乳 就比較會有加熱的問題 因為優若乳它是加熱 那就寒到溫暖 對 我都會跟小孩講 寒到溫暖 我們都會這樣講 寒一下 我大福 它會不理我們 對啊 這樣到底有沒有用 如果它能配合 當然是多少有用 但是一般來說配合度 應該不會太高 比較難 對 所以便利商店 沒有好的選擇的早餐 有沒有推薦的 便利商店其實一般來說 會選擇真的 雖然它種類多 但是如果你說撇開食品添加 這樣這一塊的話 其實真的沒什麼可以選 涼麵呢 涼麵 一樣 白吐司配一個茶葉蛋 對 其實反而 比如說像溫泉蛋或茶葉蛋 然後配吐司 對 或豆漿 其實會是比較好的 那種包裝越好的 其實那種 有用說炒地瓜 可麗瓜很OK 但那不是每一家都有 對 而且最近都沒有 所以 因為我都吃炒地瓜 菜豆漿 在討厭囉 國宿的感覺 因為地瓜漲價了 對啊 所以你們發現便利商店 雖然看起來種類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挑 又要撇開這種食品添加的話 你會發現到時候 沒什麼可以挑 好 不過剛剛在選擇鮮奶上面 有的媽媽會特地強調 是低子的 但如果是小朋友早餐 有差嗎 其實說實在的 小朋友尤其是 如果他本身胃口就不是這麼好的 對 比如說有些人早餐 他甚至只有一瓶牛奶 那我覺得其實喝全食 OK 早餐只有一瓶牛奶怎麼夠啊 對 有些人他就是 一瓶牛奶就去上課 有 對 有一些 有那個媽沒來 有牙媽 有 有牙媽 我也是迷失 對 其實只有一瓶牛奶 太吵了 一下就餓了 你要供應熱量 根本就不足以供應熱量 對 像我幫他準備很多 他常常都吃兩口 真的都是媽媽吃的 而且那都是水水的 你一直在那邊咕嚕咕嚕 尿個尿就沒了 對 我講一個 我覺得我們剛才沒有講到的東西 就是啊 其實現在因為便利商店 選擇很多 如果你放任小朋友是選 他們會選一些 你很意外的東西 之前有一個媽媽就說 有一次他有看到 他有看到他兒子拿什麼的 他拿三合一咖啡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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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他自己的想法 因為他們現在很聰明 他們自己的想法是說 因為他們現在小朋友睡眠 睡得很少 所以有時候真的會覺得很困 所以他覺得拿三合一咖啡 很好 對 他會不想睡 就拿蠻牛 好可怕 他會拿蠻牛 然後他就真的就 因為三合一咖啡其實很好喝 而且有些什麼時候 貝娜送或什麼 他是切巧克力跟咖啡之間的 他們其實很愛 然後後來之後他就跟他媽媽說 奇怪 我明明已經喝那個 但是為什麼還是很困呢 後來就跟他說 其實因為像這類 小朋友其實不應該 在早上喝高咖啡因的 比如說濃茶類的咖啡因 因為那個一時很興奮 可是很快的反而會更累 他的集中力更差 這樣三合一咖啡 裡面有不好的油跟 還有很多糖 所以他就說 小朋友你還是不要拿這個 他說但是我很困怎麼辦 我跟大家講 你要你的小朋友早上 如果他真的覺得說 或都沒有睡飽會很累 然後或者我就是要考試 但是我很困 給他喝什麼呢 給他喝不 給他喝白開水 白開水 真的 這是有研究的 這是虐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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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 對不起 我是跟他說 我是說你選擇的飲料 與其什麼那些油門的 對 你可以開水 為什麼 你給他帶一罐開水 為什麼呢 之前有個研究 他是把他的高年級生 總共找了四百多個 然後他去分析看他們的行為 就是他們帶什麼樣 就是他們在做測驗之前 比如說這一堂課 是要期中考 期末考的 他就看他們帶什麼飲料 有些是帶軟性飲料的 有些可能帶果汁 有些帶茶 還有些是帶水的 結果他去分組就發現 帶水 並且它是 適值會補充水的 這一群小朋友 在測驗裡面的表現 是特別好的 所以那為什麼 你會說或許只是剛好 這些小朋友訓練得很好 所以他們那個對不對 沒有 他們之前有個研究很妙 他們就看說水對於身體 是不是只有補水的效果 其實不只 他們早先就發現 部分那種反射有異常的人 他在補水的時候 可以幫他升高血壓 如果他血壓一直很低 然後他們想說 那是不是因為水灌大的容積 所以上呢 結果沒有 他就是用兩組去比 就是這一組給水 這一組給等章魚 就生理食鹽水 同樣的 同樣這麼多 結果只有水有這個效果 升壓 然後他想說 那水到底做了什麼事 結果發現其實他在我們的 十二指 就是等於胃根 那個十二指腸這個部分 它會有一些相關的作用反應 那個東西會 刺激你的交感神經興奮 所以我剛才講 它為什麼讓你清醒 因為刺激交感神經的興奮之後 你是整個人是緊接心起來 所以你不會困不會累 所以我就說 請不要給他帶任何飲料 如果他 小朋友那個保溫罐裡面 應該就是開水 對 因為我兒子早上游泳 所以他游完泳之後 都喝大量的水 那他之前不是腳受傷 就不能游泳 你參照比較 按理說應該是早上 游了兩個小時的泳 再去上課他會沒有力氣 對 可是參照比較下來 反而是他沒游泳的那一段時間 功課比較差 因為他不游泳 他也不需要那麼多的水分 然後上課可能 集中力就沒有那麼好 可是他游完泳之後 再去上課 他要補很多 他一直喝水 一直喝水 老師都說他一直喝一天那樣 喝五杯水 可是你會發現他有游泳 他的功課反而比較好 對 真的耶 我覺得有運動還是有差 也是有差 喝水的效益這麼大 所以就告訴你你兒子說 他要求買什麼飲料給他的時候 就說你想要烤得好嗎 然後他可以帶白開水 帶白開 好注意 我們也可以省錢 對 好 不過很多的父母可能想說 早上為什麼要出去外面買早餐 因為你會覺得我上班 我沒有時間 接很多時間 但其實我們可以在短時間 把孩子的早餐準備好 例如三到五分鐘 砍救起來 怎麼做 來 營養師 麻煩了 來 營養師 是 我們這個為了顧及健康 要快速 對 我們是用吐司麵包 對 吐司麵包 對不對 對 因為吐司麵包最方便 對 對 最方便 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有蛋 蛋 蛋 你可以把它打散 蛋白質就有了 對 蛋白質就有了 然後玉米 玉米粒 其實主要是增加小朋友的口感 所以小朋友對 愛玉米粒這樣子 玉米粒也算是澱粉嗎 算澱粉 對 然後蛋白質的部分 我們用鮪魚 鮪魚也是好的 對 因為其實 鮪魚對玉米好搭 對 因為如果你在早餐店 比如像西式的早餐店 如果你發現它的鮪魚 已經有拌沙拉的 這種就盡量不要 好不要 對 這種就盡量不要 那罐頭的還好 對 罐頭的其實 因為我們也不太可能 真的拿一整隻鮪魚 對 所以方便 然後這個是起司條 起司條 對 不過魚我們有沒有可能是 例如我們昨天晚上的 晚餐剩下的魚 也可以 可以嗎 對 拔刺拔掉 對 因為鮪魚它已經有一點鹹味 所以鹽巴的部分 其實可加可不加 就把它拌很快 其實這個一加都可以一起吃 對 然後加一點胡椒 對 小朋友喜歡的口味 對 我們一般在家裡面 如果要這樣拌的話 好像通常會比較缺少的起司粉 對 因為起司粉 其實主要會加起司粉 是因為你其實可以不加 那就比較費工一點 就是你在這裡面不加 你先去煎 煎完之後 你把它鋪在你的這個 還沒有烤的吐司上面 再把起司粉撒上去 放烤箱 也是一樣 對 那就有點像披薩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講一個快速 就直接把它一起 是OK的 對 一起 但是你不會挑 像那個市面上早餐那種 四方形的起司 對 比較不會挑 那個比較不會 那個好像 你剛說不是真正的起司 對 或者是它的加工 又再更反覆一點 對 好 對 來 弄好 我們就類似 好像煎蛋餅一樣 對 反正我們把它弄熟就好了 對 很簡單 對啊 就很簡單 真的太熟了 像我們甚至連油都沒加 對 其實也不一定要加油 你還這樣隨便弄 那種感覺好像Omelet 對 那種概念 像弄 因為小朋友不太喜歡吃 這種太硬的重口感 我幫你出鍋著 好 來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在弄的 你看到沒有 好想吃 其實差不多OK了 不見得要把它用到全熟 可是小朋友不是說 蛋還是要全熟比較好嗎 其實裡面這樣子 其實已經算熟了 對 怕的是說 你像荷包蛋 它完全那個上面是生的 這樣就比較不太好 對 然後把它切 好 OK 這樣就一個 差不多了 對 就一個吐司上面 一個 這樣 一個吐司一份 對 你這個吐司可以切邊 也可以不切 然後你可以烤過 也可以不烤 這個就因人而一 這樣子 這樣到地上 對 那如果不用鮪魚的話 我們可以用肉 或什麼來代替 就像你說的 如果晴一天 晚上有剩下一些肉 對 其實就可以 用在裡面 對 因為其實早上 或者是你想要用鮭魚 也是可以 鮭魚 因為外面有賣那種鮭魚片 或者是說你用雞胸肉 對 這也是可以 對 但是鮪魚的口味 一般小朋友會比較喜歡 接受度高 好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你可以上面再淋一些 通常我是不會淋 也會淋番茄醬或什麼事 小朋友應該會喜歡 對 但大人其實不見得 要淋這些醬 所以醬完成了對不對 對 OK了 好 來 品嘗一下 你們兩個再餐 謝謝 雖然簡單 但聞起來也是有那個香氣 好香喔 來 品嘗看看來 其實如果自己在家裡 你還可以再夾一些生菜 有時候那個小黃瓜 就是不用在裡面一起 就是夾在裡面一起 我覺得把高麗菜 再切碎碎的在裡面一起 可以 小朋友也會沒有發現 有一次要給照真的 歐姆勒裡面會碎掉 蘑菇 那也可以 對 對不對 你都可以加好 但是看你方便 因為我們講求快速 就是看你手上有什麼 就可以全部夾在一起 對 對啊 口感OK吧 超嫩 小朋友應該會愛對不對 超嫩 當然要愛了 妳有做過這樣的東西 給小孩吃嗎 類似 但是不會把它這樣子 就擺在上面 看起來好像一個set這樣 這樣比較精緻花一些些 對… 是不是 感覺吃了會 超一百分 對… 這下最小的分數 還是你不理 他好在乎分數 我媽啊 但是你養師 我請教你 因為有的父母他可能覺得 我可能就是土吃麵包 烤個兩片 三片 他沒有任何餡料 如果澱粉吃多了 他沒有其他配料 早餐 他OK嗎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小朋友其實不論在學習 他的情緒 他的運動 都需要非常多的澱粉 糖分跟蛋白質 至於你說只有兩三片吐司 那其實只有糖分 他沒有蛋白質 那一定會影響到他的一些 日常生活的一些表現的情況 對 那像我這個半片吐司 這樣配起來 這樣熱量有多少 這樣其實太少了 少 還是要一整片 對 一整片 甚至兩片 上下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兩片你可以中間塗一片兩片 然後中間再夾一些蔬菜 那這樣熱量大概多少 這樣熱量大概頂多也三四百大湯 就夠了 然後再搭配一杯牛奶 牛奶 就很完整 就一整個早餐 夠了 對 夠了 對不對 好棒喔 好好吃 好了 就可以順利達成你的一百分了 一百分 是 很好 撞撞 很好 撞撞 好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這單小朋友 因為他的成長發育期 需要的 我們可能要更多的關注 對 對不對 讓他更健康一些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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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